好,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呼吸作用最主要 我們細胞內要呼吸作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怎樣 代謝產生能量 而它是一種液化作用 所以它是不是就會獲得能量 那一般而言我們的能量貨幣 我們指的是什麼?是不是叫ATP? 能量我們都用ATP作為代稱 所以這一題大概沒什麼爭議 選擇的是C選項